大家好,我是上一期的中措生黄浩玲同学 这次我们有幸邀请来到鲁王美院二年级的赵露成同学 他毕业于中国美院,来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叫赵露成 我现在在鲁王美院二年级就读 我的专业是... 啊... 广东包行? 没有哦 有哦 没有哦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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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塑料艺术啊 造型艺术 哦 不好意思 你说不好意思 我也是怕别人看见 对,我们学是香蕉艺术 哈哈哈哈 那你在国内的专业是什么? 呃... 戏剧与影视美术设计 所以等同于说你现在转到了塑料艺术这个专业是跨专业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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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一个非常实用的进入了一个... 塑料行业 你会觉得有什么不同吗? 之前的专业就是为了学会这个技能 把自己的美学用到这个产业里去 嗯 使用技术 所以是更加Practique是吧? 是的 但现在可能就更多理论化的知识 更多的是... 这也是我来法国目的 就是我想学一些... 呃... 你在骗人吗? 我缺少的东西 那你觉得你缺乏的就是理论方面的知识是不是? 就是我的东西就是东拼西凑一点一点的东西 你来法国多久了? 还没到两个月 你几月到了? 12月4号 做什么来的? 做船来的是不是? 哈哈哈哈 做船来的 哈哈哈哈 做了多久? 太平伦是不是? 嗯...大概三个多月 所以导致都... 年纪开学了 因为做船来的 嗯... 还有一个原因是 我被拒签了一次 其实是因为语言 我语言考了两次 入学要求是B2 但是我没有达到B2 跟老师写信说 我能不能在我毕业之前考出B2 嗯... 然后他们同意了 那你刚来法国 你有没有觉得说 法国跟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在美院方面 因为听说你是中国美院毕业的吗? 嗯... 你自己说 从学校规模上来讲 这里的美院是比较小 然后中国美院它非常非常大 又有三个校区 这里的学校人数会比较少 这里的美院会分专业吗? 鲁王校区是艺术 鲁王校区是设计 所以你就是塑料艺术专业吗?对吧? 对,我是学塑料艺术专业 哈哈哈哈 那我想问一下你们课程上是怎么样一个编排方式呢? 我们一周每一天的课程不一样 周一的话是...周一是什么? 蛤? 大一的时候我们进了一个系叫做专业基础教学部 这一年你可以做任何的尝试 也不是任何的尝试 它会也有同样有课题 比如说有毛笔的课 色彩的课 然后有素描的课 说不定你也可以 但我其实以前没有接触到Volume这样的课 你有觉得你在生活上遇到有什么困难吗? 来到法国的时候 我发现比我更慢的一群人存在 比如说我办了一张银行卡 办了快一个月 就是你觉得说法国办事效率很低是吧? 对 就是真的很焦虑等这些东西 都自己自己搞的话 自己搞的话就有点累了 是有点累了 那你会觉得说你后悔来法国这个决定吗? 我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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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 我更容易成长起来 就你觉得说中国的环境是让你很放松的状态 是事实圈 OK 抄袭我的台词 觉得这里的人讲话方式会让人很亲切 但是你觉得他们会有陌生感吗? 会有陌生感 因为面孔不一样 就不过我的意思说 哪怕他们的语气很亲切 但是你可能会觉得说 其实他们还是有一种陌生感的存在 你会不会觉得说中国人其实那个 中国人比较没有距离感 当然也是因为我在中国我有家庭 然后我有朋友 我就非常好的朋友 但这里没有 所以这种陌生感 会让我有点不适应 快要来法国的学弟学妹们 或者小朋友们 你有什么建议吗? 要比较合群 就你就要比较开朗一点 性格会更好学 相处会更好玩一些 就你的建议就是 大概就是法语要进那学的更好 然后 这不是尽量 我觉得一定 就是你能学到多好的状态 你来这里就会轻松 负担就这么重 对吧 对 就不会说你在生活之余 你还要再负担你语言带给你的负担 是不是就可以 语言的负担其实比较大 对 OK 那好 今天我们就谢谢陆成来给我们分享他来法国的这个 心路历程 好 我们谢谢陆成同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